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带些什么东西给大家呢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就是关于非常开心的 就是大家出去玩的一个话题 对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关闭了边界 就是大家想出去出国旅行的话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没错 特别是疫情之后 我们觉得真的是想要出国旅游是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一个事情了 很多国家的民众甚至说在本地或者本国之内的旅游 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但是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天佑纽西兰的 我们纽西兰人还是蛮有运气的 就是说哪怕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还可以去到像库克群岛这样的地方 对 没错 而且这个库克群岛和纽西兰之间我们没有这个隔离的需求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呢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关于去这个库克群岛的这个一些小小的情况 还有一些攻略等等 分享一下这个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疫情的原因很多人不能出去旅游了 那库克群岛就越来越多的映入到我们西西兰人的这个选择的范围 因为我们演员 是 因为有限的选择 之前澳洲还是可以有这个互通的bubble 可是因为由于这个澳洲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个互通的bubble也是暂时的取消了 所以说呢库克群岛也是大家就是好像仅有的选择了 仅有的 对 我们唯一可以不用隔离就可以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那在开始节目之前我们不妨跟大家先说说库克群岛是在哪 好 我们可以请我们赶布一下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库克群岛就是不太了解 对 在我们真正出发之前去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目的地呢 对 那么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图 从我们澳克兰飞去库克群岛的话呢 其实是大概是四个小时的这个航行的时间 对 这是个我们的说的飞行的 对 对 对 不是我们真的走四个小时就能到啊 它还是属于在太平洋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中间偏西的一个位置 它是一个热带的国家 对 那澳克兰飞过去就是3.5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样子 悉尼过去可能要6个小时 对 从美国过来可能更远一点 是9个小时它就在太平洋的正中间是一个岛国 对 没错 那么它跟这个澳克兰的话也是有时差的 大概是 其实大概是比我们晚个一天有22小时的这个时差 对 因为我们新西兰是第一个看到太阳的国家 对吧 所以我们是东一区 那但是他们来说的话呢 但是你真的到当地去旅游哈你不会感觉到特别有时差 因为我们你刚才从刚才那个宏观那个就是地球 所以它就是差了两个小时 但是就是比星期两晚的一天 所以就不会觉得 所以我觉得去那里旅游的话 从时差的这个适应性来讲的话 甚至比我们回国可能这个时差的这个落差感 但是就是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日期要看好 是吧 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有日期不同的这样一个特色 因为毕竟是往西边走 往西边走的话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管是去到大西地也好 夏威夷也好 美国或者南美洲各个国家旅游 往西边飞的话都是要往后退 给了这个这样一个概念 没错 那么刚刚其实我们给大家粗略的介绍了一下 库克群岛的大概的地理位置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那些非常漂亮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景色 相信大家都已经是迫不及待想要去看到更多关于库克群岛的这个美景了 是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播放一个简短的video 让我们先粗粗的去领队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光 好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把video放出来 Kee o rara New Zealand The Cook Islands are open With no quarantine in either country Every face I see Feel the love shine down on me Feel the love shine down on me Feel the love shine down on me You are my heart You are my soul My little girl You'll always with me wherever I go Hurry book now 怎么样 感觉很爽吗 对没错 非常非常清澈蔡蔚蓝的大海 就是感觉你就是去到那边的话 你应该是非常能够融入到这个景色当中 就是会非常忘我的一种感觉了 对应该来说 那这个库克群岛是咱们太平洋 这个弱大太平洋当中的一颗珍珠 因为它怎么讲 刚才我们也有聊到说澳洲之前也是bubble 那为什么澳洲的bubble 跟库克群岛这个持续的时间不一样长呢 就是因为我们想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库克群岛它的人口密度 在2016年的时候有过人口统计 可能那个时候才1万7千多人 所以从人口密度上来讲 它是排名全球第124位 真的就是你 就是我们也会说 新西兰已经是一个人口密度比较悉数的国家 但是你去到那边就人更少 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然后他们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 它也是在这方面可能 因为人少它自然的这个交叉感染的 这个几率会比较低 那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那么蔚蓝的大海 那它整个国家的面积呢 其实也比较小 才240平方公里 就是哪怕是主岛 我记得我们有去碰在当地和当地的这个人有交流过 他没有提醒我说 你如果来到我们岛上租车 你开车速度千万不要太快 因为什么呢 你速度太快 一不小心你可能就到岛上去了 还来不及拐弯这样吗 面积比较小 对 这个还是主岛 主岛 那库克群岛 其实为什么叫群岛 它其实是由15个不同的这个岛屿 15个独立的岛屿 组成的 但是我们是现在 我们可以看 埃里斯是去过这个 对我有去过在 是Raratonga Raratonga的 就是他们的主岛 主岛才 就是首都所在的那个岛 是在南边的几个岛当中的一个 这是最大的 还是这样的状况 很多人去库克群岛的话 多数都会去Raratonga 还有包括另外一个岛叫做 Akateki 对 一个非常漂亮的岛 我当时是没有去了 但是很多人 大部分去库克群岛的人 都会去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岛 那么那个 我经常忘记它的读音 因为你去了Raratonga 对 对Raratonga的印象 就是已经很深入了 对 所以说呢 那个岛是 我知道是特别漂亮 我自己没有去过 就是留了一点遗憾 所以说呢 也希望之后是有机会 还能够再补充一次 但是库克群岛我知道呢 其实是有这个上帝的领地的支撑 而且呢 在这个Loney Planet的这个创始人 他也有曾经发表 就自己有说过 觉得这是这个库克群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 所以说他的这个评价是相当高了 对 这个评分很高 我们去到 你说到这个 我想我考你个问题 那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在那里 就是说主要的节日 或者说 就是主要特殊的日期 有些什么吗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 请教 这不让请教了 其实我也只是 初初之前先了解到过一些而已 其实每年的8月4号 8月4号是他们的独立日 所以就从主要的活动 或者主要节日来讲的话 那8月4号是他们的 就相当于我们的国庆日嘛 那当然他是因为从 纽西兰独立出来 所以那一天成为了他们的国庆日 对 刚刚我们也正好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你知道 其实哪怕是到今天 我们为什么会说 介绍大家 推荐大家可以去库克 可以考虑去库克岛旅游 是因为我们到那里呢 刚才说 他是 186几 不好意思 那个年份我还得回头再核实一下 8月4号才从纽西兰独立出去 那么这个独立的 这个之前呢 其实他的所有的主权 和那个就是 包括到现在 他的外交和军事都是由纽西兰来作为 这个监督也好 或是来协助也好 所以说去到库克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库克群岛是可以使用纽币 是吧 对 其实不光是可以使用纽币 我想你在当时在 然后汤克待过你就应该知道你们开车其实拿本地的驾照在档上都可以使用 很多方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比较的友好都是一个可以值得去思考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说了这个免隔离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出国旅游的话呢库克群岛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是的 其实库克群岛之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大家考虑呢 之前没有那么那么popular或者没有那么多人会去想 哎我可能很多人第一岛国旅游的第一目的地可能会是在斐济 对那现在你不管是当地的疫情也好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隔离的这个政策也好 可能越来越离我们比较的就是没那么近了对吧 那同时呢再加上我们其实以前大家对库克群岛的印象 我不知道你去之前你对这个库克群岛你当时有没有一个就是想象说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说实话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库克群岛这个地方 你老公没给你计划之前是是的就是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后来呃所以我当时其实对岛国的印象可能还是只停留在斐济 对那之后呢我是听说了就是哎库克群岛是比斐济更加漂亮 所以我当时是抱着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期待值去库克群岛的对呃那而且这个去库克群岛其实说实话这个费用 也不便宜比起斐济来说是要高出不少的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我我想着我花了这么多钱去呃这样一个地方旅游那我 当然是希望就非常的高想着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我住的地方也非常的好是吧但是嗯但是但是的但是怎么样快跟我分享一下 但是我去到的之后呢就感觉挺失望的说是哈哈哈怎么样你在那里待了多久时间吧我当时我也忘了我待了是四天还是五天 当时的一个总的这个旅游的天数我们订的一个旅行大概是四到五天但是我当时还改了特地花钱改机票提前回来就在那里太过分了 已经过不下去了是吗是那不是那不是我在里小小透露一下那不是你们的求婚之旅吗 在那漂亮的一个地方结果就已经不想呆了对对对就其实刚刚呃给大家看到的画面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其实对可是你没有看到对你并没有我都没有轻眼看到哦我只能就跟大家一样在这个屏幕上面去感受我觉得哈我们在后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踩雷就像你说的是的我钱也花了可是我的感受还真的就只是一般般或者是有点点跟你的心 心理落差有点大是大家这个钱要花的是有价值是吧是那刚才艾瑞斯其实也说到哎他的这个旅游花费和相对于以前去的斐济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不是一个物价就是可以说是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就是中上吧但是我们的从住宿体验来说的话或者说从我们各个生活便利来讲的话呢斐济我知道你比方说大的像希尔顿这样的大的连锁酒店 集团在那边其实我们都可以定得到但是像库克群岛这个他的商业开发的这个程度哈对反而跟斐济还不是一样是所以是其实是不太一样就因为毕竟斐济他的旅游业发展是已经算是相对成熟了但是库克群岛的话呢就是相对的还落后一点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在下一节的这个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后再回来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快乐生活家 对欢迎回来那么刚刚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大概说到了这个库克群岛 因为现在的话呢呃这已经算是唯一一个能够跟新西兰就是不用隔离你就可以去说走就走对这么一个旅游目的地 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呃就是会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库克群岛的一些旅游的小攻略等等 就是因为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觉得啊待不住了太久没有出去旅游 是的对那但是呢就像Iris刚刚说的后我们节目上半段看到的漂亮的风光照片 然后旅游的这个video里面出现的这种精彩的活动对他可能并没有感受到那是为什么你当时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你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吧我当然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大概是16年然后是10月的下旬 那么我记得我们当时订这个旅呃这个trip的时候的话呢那个travel agent 是跟我们说呃有可能会下雨但是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得看你的运气了 嗯那么很显然我就是非常不幸就出门就是贵人出门招风雨我就是那个贵人对那我就是啊去的那几天都是刚好在都下雨 所以说那个什么蓝天白雨我通通都没看到每就是几天都是在刮风下雨的 嗯然后所以说因为你知道出去旅行的话其实如果天气不好碰上雨天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体验体感会差很多 因为没有那种呃蓝天白云然后大太阳的那个花你的景色其实会差很多的是的是的 尤其是像这种小岛国的话你其实嗯他玩的地呃玩的东西我觉得会会比较相对有限嗯所以说呢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我觉得你能能就是能玩的这个项目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更加的有限了可以这么说哈因为库克群岛呢它相对于有些可能就是室内活动设施比较多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的话 它是因为它很多你比方说刚刚我们看到的浮潜对是吧还有很多人过去他可以在岛上玩什么 呃哪怕是你去到的十月份哈每年的七到十月是他们的关金的季节就是可以看金鱼我们甚至可以到海里面跟金鱼一起游泳嗯好你看我们导播可以能看得到 这个在在跟金鱼一起畅游大太平洋里面是有非常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真的是亲近大自然是的 然后说其实他们当呃其实库克群岛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有比较多的水上活动的这个国家 如果你去这个呃呃地方旅游的话你喜欢水上这种水上活动像浮潜啊等等这些的话就是挺适合的对它毕竟是一个岛国嘛你看我们这个派头哈就是在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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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常就是天黑的比较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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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对不对 但是通通来说 为什么那时候会没感受到 那天你那次的trip错过了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活动项目 说实话还是很依赖于天气 它的户外的比较多 对没错 所以说如果 这也就是在这里想 特别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如果去Cold Island玩的话 我觉得选他们的这个季节 选择的这个时间要比较注意了 因为像它的七八月份的话 其实算是无论是温度来说 气温大概是24 5度这样子 然后降雨量也相对比较的小 所以说七八月去Cold Island 其实挺适合也就是 对所以说呢 大家就是选对这个合适的季节 每年的七八月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是冬天是最冷的 对大家就是避寒了 对但是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呢 确实是旅游的旺季 对而相反我们到了圣诞的时候 是一个旅游旺季对吧 通常传传统来讲的话 不管是元旦也好圣诞也好 年底我们这边是热的时候 很多北半球的旅行者 会来到新西兰 那但是在库克群岛那边不一样 就那个那个季节呢 就相对来说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 但是气温会比七八月又高 因为它毕竟是在这个热带地区 气温要高 然后降雨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些 对对 那也有一个办法了 就是你在那多待几天 就是总会碰上一天晴天的是吧 对啊既然都已经 怎么说我们去到那里了 对吧 我觉得这旅游 当然你说的那个并没错 因为碰到这个天气很多 活动开展不了也是挺郁闷的 对但是呢这个旅游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的心境一个呢是跟你去的人 对不对 我们的旅游规划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情的这个 旅游目的地的这个这个 当然不管说攻略也好 那还有就是我们对他的研究 跟他的这个怎么样协调他 对吧都还是很有关系 当然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Vivian说的 这个自己的心境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如果是很不幸你去玩的时候 碰上了天气不好 你就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 就是让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觉得哎下雨天 其实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事吧 我们就是享受这个雨中 就是雨天的这个不同的景色呗 没错 而且呢刚刚其实我跟艾斯 我记得我们也聊到说 你们当时去到那个住的地方 可能我们只是说希望放下行李 就赶紧出去看看这个酷酷寻导 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并没有那么就是说静下心来 我们就感受一下酒店的这些 嗯虽然说你下雨 但是你有室内的对 或者说室内的各种设施 其实还是可以慢慢的 这个就是看自己到时候的这个状况 去调整好 是没错 嗯那话说回来 我们也说到之前说 哎我们斐济的这个旅游目的地 跟在这边跟在库克群岛又不一样 是因为呃斐济可能大家都知道 算是呃旅游业的这个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一点 相比这个库克群岛来说的话 所以说在斐济 其实你呃能够呃住的酒店就是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 但是在库克群岛的话 我觉得像我以当时大概五年前去的这个体验来说 我去到呃那边的酒店我就第一感觉啊怎么是这样子的 嗯对就有点像呃在呃中国的一些连锁酒店的那种感觉就是 对我能提一点你说的那个体会哈 可是你看现在我们画面当中也出现了就是这个我们叫水上茅草屋哈 就是确实库克或者不说库克群岛吧 嗯我们去到了 不要说汤家也好啊 嗯或者娃拉图也好 就是岛国的这个对三星和我们平时我们所感受到三星 我们不能去等量机关 但是同样它也会有像水上茅草屋这样的很有特色 对或者说在我们原居地可能就很少能够体会的到的这样的一种 那这呃这些像就是呃岛国的话它的酒店相对会原生态一点 是就可能不是那种豪华级别就是比较现代一点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如果你是喜欢现代风格的话 你去到这种岛国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点失望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规划嗯就是旅游规划和你的心个人心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首先呃当然十月份去也还是在关京的季节之内 好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说嗯刚才我们说嗯水上茅草屋是一部分 然后它住宿呢其实现在很多他们叫valley就是呃度假屋 嗯那它这种度假屋其实在很多地方可能就并不是那么容易体会到 至少你推开门看到大海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躺在床上打开窗 因为你好像是在在那个水中央就是那种感觉 哎对水上茅草屋肯定是这样子对对对对 尤其是如果是你是你看睡了一觉一早起来 然后又天气非常好 然后一打开这个窗户就是眼前的这个美景的话 对我可以想象到没错没错 而且其实呢我们真的去到库克之后哈 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很多就是户外的活动可以做 那除了下水之外呢其实还可以上山 因为他毕竟哈我不知道我们去过的朋友有没有真正的就是说 有我们刚才看的video里面也看到哈 我们可能有环岛自行车这样的 是的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这种就是说他们可以山路去探险 因为还有很多这种火山形成的这种山哈 就是我们做徒步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甚至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一个类型 然后我们看到有些公司在那里团建你知道吗 就有这种接力赛的项目甚至是说当当地也还有那个四驱车 四驱车的这种项目其实都是还是除了下水上山也是可以可以的选择 对那我们这个今天呢跟大家就是聊了聊就是简单的说了说库克群岛 但是我觉得总归来说我们说一千到一万还是不亲自去体验一算是吧 当然艾瑞子现在已经有经验了 下一次他可能除了去主岛之外可能副岛也会去逛一逛 我会其实我会特别想去刚刚小娜说到的这个阿拉提吉 阿拉提吉 阿拉提吉 其实呢他是怎么说我们每天从主岛去那边他有可以做轮渡 可以有飞或者是有包机 对甚至就是说就是他有各种接驳的方式了 但是所有的旅游目的地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你觉得他人越少的地方去的人越少地方他肯定是说环境保护的最好 对不对 那同样呢 嗯 刚才艾瑞子也说哦 我觉得好像我们在主岛上面美食啊出速啊这个体验好像没有我期望那么高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就刚刚我们说那个原理呢 对吧 开发的越越多的地方商业文化感觉那是那个方向 那我如果你想要体验体验原生态你想是的 特别充分的亲近大自然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可以选择在库克群岛 是的 我觉得待一个星期吧下次可以考虑考虑待一个星期怎么样 对好我觉得就是上一次的这个体验可能不太好 也而且我没有去到呃刚刚的另外小那说的那个岛 所以说也算是留了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那么下一次我觉得我就可以做好功课 然后再去刚刚想到介绍的那个岛上就等于是把这个遗憾给补回来 对 没错 希望我们下次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出去玩一下哈 好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你能够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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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כ